大家好,我小明教授 早上啦,上個班啦 又是一個奮鬥的開始 買了一罐7-11的UCC黑咖啡 一罐25元 可是這是我在統一超商裡面喝過最有效提神的黑無糖咖啡 很有效,非常有效 早餐還沒有吃 買了一個麻醬雞絲涼麵 五十九塊 稍微讓肚子保一下 你的那個罐子在我這裡也要一起裝水對不對 沒有,我忘記拿了 對 那我搭過去拿 剛剛我同事在呼我 我來看內容物有什麼 芝麻醬 芝麻醬 吃涼麵不可或缺的芝麻醬 醬汁 還有這個 蒜泥 吃涼麵配蒜泥 優秀 這是什麼 蛋絲 蛋絲 然後這個什麼 雞絲啊 但只有一點點雞絲喔 不是那個諾富特染液的雞絲喔 還有小黃瓜 肚子餓 肚子餓 把它麵 和在一起 看一下這個和在一起 狀況 先加醬 先加芝麻醬好了 先加芝麻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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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醬油 醬汁包 醬汁 再來再加我的 我的蒜泥 我的蒜泥 蒜泥 蒜泥應該是 貨完之後最後再加 但是看人 我習慣喔 把它一起加下去 肚子餓了 和在一起 和在一起 來 各位看 現在物價飛漲 我真的 我在外面有時候吃喔 吃東西喔 我都不太敢去買 因為有些東西喔 它貴的很離譜 它貴的很離譜就算了 但是竟然那個價值都沒有 現在台北喔 台灣 中國台灣台北 已經開始怎麼講 在淚 已經在淚 日本化了 物價開始飛崩了 不管怎麼樣 該吃的還是要吃 我們把它和在一起 好香 好讚 這款涼麵我蠻推的 這款涼麵我蠻推的 讚 7000的東西就是缺點啊 好吃 但是 份量有點少 但是喔 現在7000它做出來的東西 水準還是有 它不會輸給現在外面店家 這個涼麵喔 折合人民幣差不多十一块 十一块 真的 我看了那个农民工 农民工小代 代哥的影片 我发现中国的物价 还是没有台湾高 真的没有台湾高 不管怎么样先开吃 真的好吃 他的酱汁 调配了真的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啊 然后再配上鸡汁淡湿 虽然份量没有很多 可是吃起来口感也是不会输给外面的两面 但是 一口凉面 一口但是 再一口 再配上小黄瓜 再 你看 我鸡汁有点少啦 口感真的不错 如果你们看我的视频啊 有些上班族 如果你买这凉面 你觉得不够 你自己再买面条 来加 那口感也是很好 搭配7000的酱汁啊 前提是说 你们上班的地方要有地方可以煮啊 真的很淡 可以了 我给你了 霜汁会喝完 UCC的黑咖啡 UCC的黑咖啡 台幣有25 人民币有6元 这款我真的很推 你喝下去你马上提神 我觉得台湾很多那种 超商品牌 台湾是有的 他真的比不上这个日本的UCC黑咖啡 好提神喔 各位吃饱了 继续上工 向小大哥致敬 我们的农民工小大哥辛苦啦